现在我们对本部分的内容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组件部分主要讲述了组件的拆分 包括我们的副组件与此组件之间的数据的通信 通过我们利用属性的绑定 将数据从我们的副组件传递到我们的直组件 还有通过Add Input的修饰操作 也可以实现我们的副组件传递数据到直组件的操作 而实现我们的直组件向副组件进行数据的传递方式 主要是通过我们的Avent Input事件的提交操作 进行我们的数据传递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Add Output的形式进行一个修饰操作 也能够实现我们的直组件向副组件传递数据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还讲述了一些组件和指令之间的生命周期 生命周期里面的内容 需要知道我们的生命周期以及勾置函数这两大概念 我们的生命周期是每一个组件都拥有自己独立的生命周期 包括每一个勾置函数它也有执行的先后的顺序 当然组件之间的数据传递还包括了我们的Field Chart 以及我们的Content Chart 以及我们的NG Content等等内容的传递的方式 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数据在副组件直组件 以及各个节点之间进行数据传递 其方式有多种多样 能够实现我们更高效的组件化开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